受到疫情影响,金融市各级学校教师实体与线上融合上课相当辛苦 因此在稍子化的趋势下,金融市110学年度公立国中小及幼儿园 将一举开出167名教师缺额 其中国中为特教与专辅教师有12个缺额 国小加幼儿园则有9类科,155名缺额 和往年不同,今年教师正式比试部分将加考英语科目 金融市111学年度要办理国中老师、国小老师跟幼儿园老师的教师征选 那这一次的征选,国中我们开了特教跟专辅总共有12个缺 那国小跟幼儿园呢,我们总共开了9类,155个缺 那这一次的开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,我想因应2030年国家英语国家的政策 所以这一次在初选的一个初试上面 我们都加了英语的科目考试 那占比大概占10%到20%不等 这是第一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金融市的八斗国小 是原住民重点学校 那这一次他们学校有开了一名的音乐专长的教师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具有原住民身份的老师来报考 另外在167名教师缺合中 有54名是属于特殊教育教师 金融市政府教育署方面表示 目前金融市特殊学生人数大约1000人左右 因此希望透过这一次教师 金融市大举提升特殊教育教师合格率 提供学生更专业的教育服务 金融市长期重视特殊教育的推动 所以今年在特殊教育老师的一个开缺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我们国小学前跟国中都有分别开缺 那学前开了18个缺 国小开了28个缺 国中开了8个缺 我想这样的特殊教师的一个开缺 开了之后 我们整个提升特教老师的一个合格率 那学前的合格率会提升到90% 国小会提升到95% 国中也会提升到75% 我想市政府对于合格教师的开缺 会持续的往前走 我们务必达100% 可以合格特教老师开缺为目标去努力 配合防疫 金融市111学年度公立国中小级幼儿园教师 真是采线上报名 报名时间从6月6号到6月9号 比试部分将在7月6号登场 7月16号进行国中教师复试 7月17号则进行国小级幼儿园教师 真是复试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